关心地很安全 三塞区七分九是当地真重要的白水稿 何凡年旧失效 部分头做的体化已经出现崩溃的状况 三塞区中所为前 会同管政府最主书令员来到行政会審 研究七分九会由特别何凡改善工程 三塞区七分九是当地主要的白水稿 但是何凡年旧失效开始出现崩溃的状况 三塞区中所13号跟广府最主书令员到行政会審 正处合法改善工程 把他衔接到这边七分九千 那这样经费的话 那因为这个已经年久失修 有些地方都有贪方的问题 那么上游有做了一段 那么下游还有一段还没有完成 那么今天会同我们知道县政府水支处 他们也非常的关心 希望能够在今年可以动工 把这另外这一段把它完成 那非常感谢我们水支处 这么努力来帮我们挥砍 让我们这边的排水的系统 能够建设做得更好 那另外还有我们就是这七分钩 有一些杂草还有炉煮 非重生的问题 那么现在防汛期也快要到了 那么会同相关单位来挥砍 希望能够在防汛期以前 尽快把它清除完成 以利以后排水的问题 能够更顺畅 三十七分钩 中顶油的荷花 已经在一年多前 完成荷花改成工程 所谓准确定 也其他可以过去完成 下油大油三百公斤荷花 保重当地基民的资产安全 的中华新闻也红武 算是彩虹报道 下油大油大油 Loc